好 咱向我家上节课内容啊 上节课讲什么来着 上节课讲的是RLC的并连 对吧 并连 R是什么 电阻 L是什么 电杆 C是什么 电容 把它们这么着并起来 哎 这么连 这么连有什么好处呢 哎 就是我就要这一段的这个频率 说这块啊 借各种各样的信号 哎 高频的低频的都有 高频来怎么办 高频的来了呀 它的它的这个容抗等于二派FC分之一 二派FC分之一 所以呢 它这个F很大 高频嘛 哎 它的 它这个容抗就很小 那么高频的从这走了 高频的从这走了 低频呢 这个等于二派FFL 二派FFL 那么低频怎么样 它很低 是吧 它很低 整个的就很低 低频的从这走了 不高不低怎么办 不高不低从这走 哎 是这么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次讲点什么呢 这次呢 讲讲射线啊 虚空的穿越 哎 这听起来 这又穿越又虚空的 是不是有点有点悬 悬之又悬 其实我们还是得从最开始的事情讲起 最开始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我一直有一疑惑 是吧 有一疑惑 说甭管交流信号也好 直流信号也好 这个电流的方向啊 和这个电子的方向 它里边实际是电子在运动 是吧 实际是怎么着 是相反的 我电流怎么流 电流是往这个方向流 对吧 号称是往这个方向流 但实际上呢 电子呢 电子是从这开始倒着流 是吧 倒着流 那为什么会有正有负呢 其实 这个所谓的正负是怎么来的 这就挺关键的了 正负是怎么来的来着 谁定义啊 说是有正的有负的 我给个提示 他要放风筝 放风筝 放风筝其实是一挺好的运动 是吧 刚才我就看人放风筝去了 挺有意思 现在这个老盯着电脑啊 比如说这就这么一屏幕啊 老盯着看 盯着看 这脖子就比较僵硬 容易僵硬住 僵硬住之后呢 这活动起来就不太方便 那怎么办呢 抬着头 怎么抬头啊 放风筝就挺好的 那么 放风筝的时候可得注意啊 放风筝这个活动啊 看 一个是这个 为什么现在近视眼这么多 近视眼多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看的习惯了看近处了 说你这一个屋子最大有多远 这大屋子也就十米吧 十米 很很少啊 一般就是就是五米以内 五米 你看的最远最远的地方 也就五米以内 那你习惯的看的就是这种这种最远最远的就是五米以内的时候 那那那久而久之的话 你可不就近视眼了吗 很容易近视眼 而且你成天抱着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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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电脑看 或者说你眼镜这块弄一 google glass 是吧 就是戴着眼镜就能看了 这越来越近视 视力呀 是越远越好 啊 站的高看的远 远视眼啊 就是当远视眼不一定好 但是你尽量往远处看 从长远去着眼嘛 是不是 从长远处着眼 那么以前那外国人那个那个先知都怎么说呢 叫发西尔 发西尔 看得远 比如说看风筝 放风筝 是吧 你得看得远一点 那在这大自然大草地上放没啥事 是吧 哎 如果在田地上放呢 你就别踩人装去 特别要注意周围的环境 有没有什么呀 有没有高压险 有没有高压险 那么 这个是什么呢 哎 除了放风筝之外 还有一些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玩玩具 是吧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玩这个 拿一个遥控 你说这遥控 他怎么让他 左呀 右的 哎 这到底怎么弄的呀 哎 这这这这这就有他专门的这个这个平衡性 是吧 拿遥控器 其实在 遥控器是一发射机 发射端 而这个这个飞机呢 其实是一接收端 接收端 接收的信号 看不见摸不着 这射线就过去了 哎 就听话 哎 望左 望右 是吧 遥控飞机 遥控汽车 遥控航模 是吧 都是都是玩具嘛 都是玩具 从小就玩 那大了之后呢 可能就玩的更更专业一些 更专业一些 这个就 这个有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手啊 哎 有这个 这个这个 操纵的键盘啊 操纵的键盘 当然这个 毕竟是 范围还是有限的 能不能就直接接收上边的信号呢 你这个信号从这发射 是吧 这个发射机发射到这 能不能接收上面的信号呢 上面什么信号 上面就是卫星啊 能不能接收卫星信号 如果说我把这个GPS 给他家长会怎么样 什么叫GPS GPS 卫星定位 是不是 哎 怎么定的位呢 说我 你在哪 我在这呢 哎 我在这里 各个各个应用都有 是吧 找找附近的人 是吧 看看附近的微博 哎 看看附近的这个新鲜事什么的 什么是GPS呢 说这GPS是怎么弄的呢 怎么弄的呢 好比说这块是一个地球 对吧 上面有什么呢 上面有各种卫星 哎 一颗 两颗 三颗 四颗 四颗 四颗卫星 就绕着地球转 哎 好比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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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 简易图啊 简易图 你在 你在哪呢 你在这呢 哎 通过你脑 脑瓜顶这四颗卫星 是不是就能找着你啊 哎 通过他们不同的距离 是不是就能 就能干上你的经纬度啊 对不对 你就被定位了 那只要你问 只要你问卫星 说我在哪呢 哎 四颗卫星算一合计 哎 你这四颗卫星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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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范围里一合计啊 你在这呢 咔咔咔咔咔 哎 你在这呢 这四颗位置就定义你的坐标了 当然了 除了GPS 我们也有北斗卫星 对吧 啊 北斗卫星 北斗卫星就是这个 跟GPS性质 这个 这个就是说 也可以定位 也可以定位 那么GPS 如果人家用了的频段 那咱就用不了这个这个GPS频段 是吧 那就得单找频段 那么 就是说给飞机家这有什么用啊 告诉飞机在哪有什么用啊 那告诉飞机在哪 其实你就能够根据飞机在哪这个事儿去 去和这个卫星交流 比如说 我现在要 要怎么样呢 我这 这是一个院 是吧 哎 很广阔的院啊 叫做什么呢 叫广院啊 广院 广院的春天呢 很好 是吧 广院之春嘛 啊 广院之冬 那么 说这块呢 有这么一个卫星 对吧 不是 不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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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 飞机在这儿 飞机呢 他就开始飞啊 飞 现在有个定位 我啊 给他编号程去了 你只要飞到这一点 那就怎么样 那那就拐弯 那拐弯 再往那个点飞 再往这个点飞 再往这个点飞 飞回来 飞回到 这 这个一开始升空的地方 那么这个过程是不是我可以定义 定义起来 定义起来 那 那定义起来之后 我是不是就能完成一个一个飞机从 绕 绕了一个圈 当然这个这个点如果更多的话 是不是更可以绕 绕一个圈 哎 就就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这个意思 那么 除了这绕一圈 具体有些什么用呢 绕一圈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配合着电子地图 是不是就可以 哎 让让着飞机跟着电子地图似的 绕一圈 很多事是不是就有点像无人机自动自动完成了 是吧 如果说 你再配合上摄像头呢 摄像头有了之后 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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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复杂了 你还得设置什么呢 设置它的旋转角度 还得设置它离地面的高度 地面那有有那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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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感器吧 哎 这你知道离地多高 你具体镜头呢 在推拉摇移 是不是就能够完成一些很复杂的行拍了 哎 这就这就不是一般的儿童玩具了 这是更高级的儿童玩具了 是吧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但是放风筝也放风筝了 好玩 放风筝也可以在上面加一些LED灯啊 哎 把它一排刷上去 很漂亮 还可以在上面有那种灯啊 挺好看的 但是互相之间呢 就就就别别缠上那线 别缠上那线 那线挺麻烦的 尤其要小心高压点 哎 上面写上呢 高压危险 近放风筝 哎 不让放风筝 为什么不让放 如果你放风筝那个线是一个导线的话 那么从这个风筝说挂在上面自拉一下 是吧 你看你一一这个一个雷就下来了 相当于导线就直接直接把你和高和和和这个绳子和这个高压之间串联起来了 对吧 哎 串联起来了 蹭 这绝对不不比闪电差 如果你那根线是导线的话啊 直接就就给劈了 直接就给劈了 当然了这个这个你怎么看这个压这个电压是多少呢 有一方法就是看那个绝缘绝缘子串的这个数量 哎 绝缘子什么 这就是一个电容呗 不让它导电 不让隔开了 如果是三个绝缘子 三个绝缘子串 那就是十千伏 也就是一万伏啊 六个三五千伏 还有更高的 绝缘子越高 甭管说多高 你你只要看那那种高压电线 你就尽量离得远点 总而言之一话 哪个都能劈死你 是吧 哪个都能劈死你 啊 别看人在上面没事似的 哎 没事似的 那你你你上去掏个鸟蛋 是吧 那就有一鸟那直接直接有电死了 这绝缘子越多呀 这电压就越高 绝缘子这个 白的这个 陶瓷 是吧 哎 电压越高 总而言之一句话 只要见着这个 你就就就就就就离远点 是吧 哎 哪个都能劈死你 哎 别看人家在上没事人似的 哎 能挺轻松 那你说那块一鸟蛋 我也挑掏掏掏掏掏个鸟蛋去吧 刚爬一半 咔 一个大霹雳给你垫死了 哎 你把风筹放上去 一下把电路给短路了 好 毫比说你这短路了短路了 那那风就这得拆下来 是吧 还不能断链 断电 说你爬一下断电了 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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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电一大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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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都都变黑灯了 那 那不行 是吧 哎 还不能断电 在有电的情况下已经操作非常危险的一个事 电从来就是很危险的 必须要非常谨慎 那你说风筹搁上门 风筹好比说放上去 放上去 放上去 哎 咱就搁上门不成吗 哎 别动他了 不是也可以吗 那搁上门是可以 但你知道什么时候刮大风啊 一刮大风 刺拉一短路 一刮大风 刺拉一短路 哎 这 这 耗电量挺多 但没有实际意义 是吧 哎 尤其这高电压的时候 说不定还直接吸过去呢 哎 好多地方这个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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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这样短路的话 其实是等于是这个和后边好多负载并联 对吧 哎 并联就走这个呗 哎 那后后边没电了 没电了 那么就算有时候没封着 你得考虑这线 风大的时候 他会不会把这两两线子吹一块 吹一块 那么就也也也出问题了嘛 是吧 也出问题了 那么 那么不光是这样 是吧 如果说这个打雷 就是这这电线吧 打雷一个不流程 啪就打到这高压线上怎么办 那你电整个电力系统肯定搞晕了 原来比如说是220伏交流电后或者是10千伏的哎 这1万伏特 他原来正旋 他肯定也没没那么正旋了 是吧 啪就来一个 这也算什么呀 这也算一个大的浪涌 浪涌涌起来了 一个大浪 呼呼呼 哎 就就就是一个大大雷劈上 是吧 哎 如果说你你你家附近的高压电线遭雷劈了 那电风怎么跑 哎 说是什么 变电站防浪涌什么的 哎 防得住那浪涌吗 这这浪真来了 涌到你你那块了怎么办 哎 那直接烧电器了呗 直接烧电器了 电线如果一下得批断了呢 直接往下飞啊 就是咔的一下电线就可能 所以下雨天呢 最好别在树底也待着 也别在高压线里也走 啪一下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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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的时候是吧 空气中有很多这个水分子 水分子原来这个绝缘的空间 很可能就形成一个水滴联通的一个通路 就就就就有这危险性 喀啦一下是吧 从这个天上打一雷也好 从这个这这这这个高压线上 你离高压线近啊 你离那高压近啊 那他这个这个高压线到你之间 原来是断开的很空空气给他阻隔开了 但现在空气中湿润了 可能就有这么一个湿润的电流的通路 那直接就有有有可能就劈着你 有可能就劈着你 所以雷雨天呢 得记住一些一些事 哎 这个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得得得关上门窗 是吧 别哨雨 哎 最好不要使用这个淋浴冲凉和触摸金属管道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回头那接地直接就就就就就淋浴 就通过电就就劈到你这块了 有可能 离电器也远一点 不要打电话 下雨的时候 这个这个信号特别差 对吧 信号特别差 跟跟电梯里头似的 那这个时候你为了清楚的说话 清楚的听到音 就得加大这手机的辐射频率 是吧 而且他他这个电磁的东西 他就容易引起这个 披过来 是吧 引起这披过来 不就是 尽量 有有防围设施啊 这就是如果这这个棚 棚子或者港庭之类的 他没有防围设施 那也不要去 是吧 大树比底也不呆 这个不要 下雨说下雨 我就扛个铁锹吧 你说那铁锹 啪一下 是不是也是啊 拿个鱼杆 高尔夫 很高雅 拿高尔夫 长的嘛 你看他他尖锐的尖端是最容易倒垫地了 别在这个水面或者水路交界的地方作业 是吧 钓鱼之类的啊 下下雨还是得特别特别注意 特别特别注意 不光下雨了 下雪也得注意 下雪 你看他他下雪这就结冰了 结冰之后 他就可能把这电线给压塌了 他有没有电呢 应该是里边仍然有电 是吧 但是这热量不足以把这个雪化掉 因为因为整个这个范围里面电压很高 所以电流很小 电流很小的热量就不够是吧 热量就不够 说真的 这个如果说驾驭打雷的时候 以前都有那电视天线是吧 现在都是有线电视 那当时现在有互联网电视是吧 网线不怎么怕是吧 电视那个线也不是特别怕 怕什么呢 怕这个直接打到这个 当然电视那线 如果你家真的是那种天线的话 可能还是得千万小心一点 但很重要是什么呢 现在就打到这电线上 电线之后 你那插销 直接直接没拔就搁在那了 你说我电电视电脑都关机了 哎 这个电视什么都关机了 那不行 你如果插销面有可能形成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瞬间的这么一个浪涌 直接就把把你这个开关给给就是 就就直接涌到你电器里边了 哎 不但要关机 而且要拔插销 甚至要断开总开关 哎 断开总开关 这稍微安全一点 是吧 我们总是要希望获得一种安全感 熟悉感 稳定感 怎么办呢 哎 就就就就就是 就是就就找规律呗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你看这好危险不危险 哎 危险 但是大自然 他总是告诉我们在我们这种所谓通过理性啊 逻辑呀判断呀 找规律之后 还是总会有一些意外的 大自然才是最神奇的 天才是最厉害的 道法自然 是吧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啊 话说回来了 说这个以前谁定义这个正父 这电荷来着 这人叫弗兰克林 弗兰克林 玻璃棒 用丝绸摩擦的玻璃棒带什么电 带正电 哎 就是火多似的 plus 是吧 而这个 这个这个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呢 带负电 带负电 那么正电是和负电 其实是被 插制 插制到这个物体之上 所谓电荷插制 最早就是 被装摆的某种属性 不是内部的 不是内部的 到就 即使到这个很 到这个 发现射线 有交流电 带流大战都过去之后 其实大家还不知道什么叫电子 什么叫原子 当然可能不是这个角度 但是 好使了 灯亮了 交流电 发电好使了 是吧 这这都有 那么什么是原子呢 这物质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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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的呢 今天我们知道 说这个原子是什么 原子就是 atom 不是atom 是吧 atom atom就是原子 a 前面a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否定的意思 not tom cutable 不能分割的东西 就是 atom atom 它的含义其实就是不能再进一步分割的粒子 是最最基本的粒子了 但是 这原子它就不能再进一步分了 不可再分割的原子 最小的粒子 氢 就是氢 氦 就是氦 锂 就是锂 皮就是皮 鹏就是鹏 什么就是什么 一旦它是轻了 它就不可能变成别的 而且它里边是什么样 也不可以再分割 这就是天生的了 天生的 人当时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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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判断 这很大程度是怎么来的呢 是这个 David 去去去电 电离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盐容液来的 是吧 盐容液来的 那么什么叫电呢 电其实就是在 当时的理解哈 就是在这原子上 给它装载上一些 多的或者少的 这种这种电荷 差质 给它搁进去 摩擦摩擦摩擦 或者怎么着 起电的方式 给搁来顿瓶里 或者搁什么地方 给它存储了 这个这个 但是后来有电池 对吧 后来有电池 您甭管是电池也好 交流电源也好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叫 变压器也好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漏电的现象 跟放电的损耗 非常严重 就 电 这个发出电了 但电流使用效率不高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人 其实对于这个 原子结构 可能还不是 更深入呢 哎 谁怎么知道 这个原子里面有电子 这种更小单位呢 这还得从一个这个神刀到英国人啊 威廉姆 克罗克斯 说起 威廉姆克罗克斯 是是是是什么样呢 哎 是他 是吧 他 他他他做什么呢 他就是 英国人嘛 对于这个电呢 以前David玩的是什么 玩的是这个电离 这个盐溶液 是吧 这是什么 液体氯化氢的溶液 那来来高压电 电了之后出什么呢 一边氢气 一边氯气 是吧 后来呢 这就就好多各种各样的 这这各种各样的 这个盐溶液 他怎么怎么弄 怎么生成什么 什么沉淀呀 气体呀 电离呀 哎 就就这样 后来呢 就是克罗克斯呢 就开始玩这个电离 高压的空气 高高压 高高高电压 这情况下 电离空气给加入 当这个过程当中呢 呃 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高电压在这呢 high voltage power supply 高电压 分成两个电极 什么电极呢 这个极叫阴极 这个极叫阳极 有阴有阳吗 哎 阴阳之道 在这个过程中呢 在阴极上 发现这个 有阴影的这个绿光出现 阴影的绿光发出现 那么也就是说 他可能弄出一些什么东西了 对吧 弄出什么阴极在这 阳极在这 哎 就就出现这样 这样这样 这样一个东西 哎 这样一个东西 整个的结构是这样的 这个现象引起很多科学家浓厚性觉 做了很多实验 当阴极和对面玻璃壁之间放出障碍物的时候 玻璃壁就出现障碍物的阴影 他们之间如果放一个小夜轮 那么夜轮就会转起来 看起来其实就是一种发射出来的射线 那射线出射出来的是什么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它是粒子流 一种说它是波 当时人们其实弄不清楚到底是粒子流还是波 那只能把它统称为阴极射线 为什么呢 是从负极这块出来的东西 阴极射线 它一加电就这样 这个东西它如果足够厚 而且又是相应的 各种材质还不一样 它就形成这么这么一个镂空的效果 镂空的效果 如果说你在这上面加一什么 加电磁铁 电磁铁 它就出现什么效果了 模糊了一些 而且还有一个移动 但如果把磁场 在这个变化的时候 它其实就可以控制这个小标记的上下移动 是吧 原来是直接过来的 现在呢 可以往上移 往下移 往左移 往右移 还可以怎么样呢 它就是通过磁场来对阴极射线进行控制 这到底怎么弄的呢 甚至还可以拐弯 是吧 就是拐弯 到底怎么弄的呢 哎 这这不清楚 那它到底是波呢 还是粒子呢 也不清楚 英国的人主要说它是粒子 德国人呢 主要说它是波 是吧 说的是波 那么阴极 我们再看一看 阴极和阳极之间 加一些什么呢 加一些 这个超高值流电压 阴极和阳极之间 加超高值流电压 那么电子这样打到这个阳极上面 那么阳极上面的这个荧光粉呢 它就会发光 它就会发光 如果在阴极和阳极中间加一个风车的话 那么在阴极射线的推动之下 风车的叶片就开始转动 这是风车 叶片开始转动 叶片开始转动 粒子可以推动这个小风车 但是你说它是粒子吗 它不是波吗 从这个角度上 它应该是有点什么 实际的东西 它不是波是吧 波是来物影去空中 怎么推呀 这不能推 是吧 这是不是波呢 应该是波 是不是粒子呢 应该是粒子吧 如果在每一个叶片上 放置一些各种成分的阴光材料 那么每次阴极打到叶片的时候 叶片开始滚动 同时发出五颜六色的色彩 是吧 五颜六色色彩 这个英国人呢 其实就没法解释这个了 没法解释什么呢 他这推着这走 肯定是类似于粒子的东西 英国人也说这就是粒子 是吧 但是呢 这个发射绿光的这个究竟是什么粒子呢 也不知道 而且呢 你发射粒子 你发射三天三夜 你最终总得在那个边上沉积点什么东西吧 亮光亮透明如如新的 就这这个他他最后这块什么都记得不下 但粒子不是弄点磨吗 三天三夜你得积累点东西吧 就跟穿墙树似的 就直接穿过去了 是吧 这怎么解释啊 这没法解释 他觉得 这个克克斯觉得 这可能是某种精神力量的结果 说是粒子最后又无形 是吧 他为了搞清楚 加入了通灵协会和灵魂俱乐部 经常参加这个活动 后来成为主席 公开承认自己是维新论者 科学家 就是各个国家 科学家其实都有 就是他已经达到了非常非常顶级这种水平了 突然间就 承认自己是维新论者了 在这一点上 当时的这个英国皇家学会 引起轩然大波 差点被取消会员资格 英国这边是这样如火如荼 是吧 德国也是 德国认为这是波 谁呢 你一说德国 一说波 那是什么波 赫兹波 所谓电磁波早年间就被叫做赫兹波 是吧 赫兹波 他认为这是一种以太波 可以穿过某些固体 哎 按照这种这种射线 沿直线进行 对物质有化学作用 性质类似于紫白线 紫白线照多了 他不是也变色吗 是吧 那么这是一种波 对于某种光吗 对赫兹比较忙 他正在研究那个电磁辐射 那个事 哎 让柱少去弄这事了 那么他还发现什么呢 这个阴急射线 可以穿过铝材料的隔板 哎 穿过他在玻璃壁上发出微落的荧光 显然这是 但是如果说是粒子说啊 如果说如果说英国那边提出粒子说是对的话 那么很难想象一个密闭的相当多铝原子组成的这么一个铝壁 能够挡得住这个阴急射线 粒子可不是挡挡挡住了吗 但是他不是粒子是波呢 他就有可能透过去 是不是就穿过这样了 就像光穿越玻璃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只有光的某种波才有可能穿过 那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不是同样的结论 这世界是空的呢 也加入灵魂协会 也怎么着 哎 赫兹助手呢 也发现了这种窗口效应 哎 他发现这种窗口效应 这是赫兹助手啊 赫兹助手 莱纳德 窗口效应呢 他说这个射线的强度和电压和气压 有关 射线的强度和气压成反比 和电压成反比 两端加的电压越高 他就越容易形成这种比较强的阴极射线 里边的气压越低 越真空 越容易形成比较强的这种射线 莱纳德呢 就在1898年发表了 关于阴极射线的静电特性的这么一个文章 是吧 他发现这个高能的阴极射线能够穿过原子 他判断原子内部相当的范围是空的 是空虚的 那么这里边其实即使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所谓叫电子的东西 他们只是说原子的里边中心的地方是有东西 可能周围都是空的 那电子究竟是谁发现的呢 这个这个这个穿越的这个电子树 它到底是波呢还是粒子呢 带着这问题 我们呢下次再讲